腾讯体育7月31日圈在一架赛程公布之后,国际女篮主教练斯帕拉币表示,我们迫不及待的希望在梅拉查看到我们的球迷了。 之后,国际主帅仔细分析了他的球队需要有良好的开端,而赛季初期的赛程,也对蓝黑军团颇为有利,国际更衣室肯定存在着乐观情绪,赛季前赛里展示出的团结氛围,以及新元的加盟,赛季前赛里出色的表现都是如此。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,道具乐不感觉到对他们来说,新赛季或许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赛季,在新赛季里,国际首先会遭遇法索罗、都林、伯罗尼亚和帕尔玛这样的对手,尽管之后蓝黑军团会对阵藏普多利亚、佛罗伦萨这样更强心的对手,但他们之后的对手则是卡利亚里和斯帕尔,考虑到赛季初期的赛程是如此有利。 以及季前赛里球队的出色表现,难怪斯帕莱蒂会感到乐观,当然,季前赛的结果是毫无作用的。 然而,除了结果之外,无法否认的是,国民展示出的一些迹象,让我们看到了希望,来自埃根廷竞技聚乐部的老塔罗加盲之后马上就得到了10号球衣。 反对者们随即就发出了警告,并且指出国民之前曾经将之间球衣给了来自巴西的巴尔伯萨,或许情况的确如此。 但老塔罗如今的表现令人鼓舞,他很快就和同胞伊卡尔迪找到了默契,球场内外都默契十足。 加盲国米之后,老塔罗提了两个位置,或者是与伊卡尔迪搭档风险,或者是在其身后接前要位置。 而他在这两个位置上都表现出色,他的速度、侵略性,尤其是精妙的触球和传球,都为国米带来了很久以来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。 那就是制造出色门凉机,当对手后退时,老塔罗可以的球,并且带球突破,而当对手压出进攻的时候,他又可以成为进攻时的焦点。 从而解放伊卡尔迪,他的出现也可以让伊卡尔迪留在最有危险的区域,也就是禁区内。 德弗里从拉奇奥自由加盲国米,自从他的法规导致伊卡尔迪发入点球,并且帮助国米利亚罗马拿到欧挂资格之后,德弗里已经成为蓝黑军团球迷信目中的英雄。 格兰中卫的加盟,不仅让国米的防线更有深度,而且他与斯克里尼亚尔的搭档看起来默契十足,这让蓝黑军团有了非常强大的中卫搭档。 在季前赛里的表现显示,这两人有可能成为主力搭档,但米兰党还没有回到球队之中,这让斯帕莱蒂有了更多的解决方案,那英格兰的加盟成了头条新闻。 但埃莫斯同样引人关注,比利是中场市前国米球员马克·埃莫斯的儿子,他显然继承了父亲的天赋。 2015年时,国米就从亨克·清逊营迁入了埃莫斯,他在提边崩获中场时,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自信,他有节有益于年龄的沉着,成熟,总是能够摆脱对手的定防。 他的全球同样非常出色,尽管更大牌的球员会吸,以更多的关注,但斯帕莱蒂或许已经找到了一颗宝石,国米赛季前赛里的表现让人看到了希望。 然而,一旦赛季开始,他们需要把这种希望转化为结果,毫无疑问,他们的阵容明显比上赛季有所提高。 现在,斯帕莱蒂可以调整战术体系,同时,他们又可以在梅埃查T.O.冠了。 就像德福里在谢菲尔德的比赛之后,表示的那样,国米感觉他们,正在回到自己的位置。 他们迫不及待的希望在梅埃查看的球迷,而这种感觉肯定是相互的。 奥拜尔菲恩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